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我们拍个箱子,等下马上我就商议过 我是为你们商议过,其实我现在在减肥了 这个油烫烫的,这个油烫烫的话,大家给我建议一下,你还给他煮点菜 还给你煮点菜,我们四川煮的话,都是一锅煮 不存在麻辣的煮,我们都是一锅煮 一锅煮之后,要烙出来晾冷,晾冷之后就和我们炸的切片 好安逸 一般晾好久呢,这个冬天家的话,这个就晾个十分钟左右 它有点二烫的时候是最好切的,如果你切一几两种了的话,它也不能那么好切 这一坨是烟熏的 其实要香肠拿肉来说的话,我不介意就是说,你们就是去蒸,我还是喜欢煮的哈 火力会尝尝,哇,这儿还有一坨 还有一坨 就这儿蓝天成的,这个是 肯定要给大家就是保证要猪精猪量哈 猪精猪量,这个就烙了哈 下头,这个是排骨香肠 李伯伯说的,要像电视机说,吃美食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糖 我还帮大家撑一下,这个猪熟也会吃 有幸福的还有这个切啊,在那里,不需要排骨香肠直接蒸 嗯,八十 八十点,我随便拿一坨哈 就是 好吃,哦,好烫 我们的脑子香肠,现在也说,基本上鬼切了哈,练了十多分钟 那也说,我顺便给大家介绍哈,就是我们的刀 这个是我们的双刃哈 以前呢,上一配货哈,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考虑到你们要切,要开 我的开中过渡就开到二十五度 这样子呢,稍微有一点利,但是这样子呢,就可以开 但是有很多朋友说,也扯不动 我说实话,我很愿望哈 那么这一次,新版的双刃乱书的话 大家大概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哈 有一张纸,然后背面呢 就是说,我们的菜刀是用所谓书 然后又说,为了,就是说 直接就给你区分开了 这一次,那是保证的,又可以切又可以 又可以片了哈 但是,不能开了哈,朋友们 这一次你再开就切一切,我是不认的了 为啥子,因为,这个开中过渡是按十八度来开的了 就很剥落前面,但是你切起来 会非常的爽,马上我洗一下 这个刀你拿到的时候,还是要洗一下 然后就说,我们再来切 第一个哈,我们先切点广味香肠 大家看一下哈 菜盘翻一面都 这个是生的,我们的菜盘是生素两面都有哈 用熟的这个来切 熟的这个来切 先切广味香肠 如果你这个刀子你都还说不好切,那我觉得你确实就 不适合用菜刀直接啃出来哈 广味的哈 这个是 我们的香肠就是肥瘦都合适的,有些人说的 这个都肥了,说实话 这个香肠都肥了,那也说你尽管也不吃香肠了 吃直接啃瘦肉就帅了 香肠也说如果没这点肥了的话,那就香不起来 香是啥个香的 是油脂的香味哈,朋友们 来我们再切点麻辣的 这个是麻辣的哈,一开就知道 麻辣的这一份 这一份 这个肥瘦真的是很巴适 来 上一片 啥子最香,菜边上的肉最香 麻辣的这些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汆味的 汆味的 很多朋友不理解汆味是什么味道 汆味我坚持跟你说嘛 汆味就是五香味的基础上加到第一点 还叫微微辣 这就叫汆味 汆味的 然后我们再切点就是我们的 这个是烟熟的 这一块是烟熟的 有意思是我们是三个直播间同时开始 所以我切三份让他们都上一下 烟熟烟熟 烟熟五花这个是 这个肥瘦来说的话 果决的我吃哈 有点偏熟 但是很多朋友喜欢这种 这个是 酱油 然后再来底边酱油 这一坨是酱油 酱油 酱油来店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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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收到的都是一样的哈 不可能一模一样哈 如果你说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假的猪肉 这一块二刀的 这块二刀的 来 挂菜板 然后又说我们来切二刀 这个就是一块二刀哈 这款吃了 我最喜欢 其实你说我这个二刀比 五花肉好吃 大家就是记得就是 你喜欢肥的哈 喜欢瘦的你可以奔一处 是奔一处的 是可以奔一处的 那时候不要来上一片 上一片 嗯香 烟熏肉 一定要有就是正常的 一种咸香味跟烟熏味 有时候有些比较肥 说是 老肉如果不开的话就要坏 它有一定有正常的咸香味 哈 爽 那是 其实我是为你出现生了 真的 为啥子 因为你说 我要剪肥了 有脂肪给剪的那个 这个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今天有说了这把刀不能开了哈 那么有时候我们要开啥子呢 买这个 好 远峰 远峰就是来给你们开的哈 这个是我们的排骨 我们看一下有时候开 看一下啥子 好 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哇 哇 糟了 等一下 我吃这一坨掉底下 哇 倒出掉 点起 冲一下 来 再来一下哈 来 这个就是除了牛骨头之外 随便砍 这把弹一下 免得跑 看到没有 随便砍 冲峰 就是一把开刀 这个是烟熏排骨哈 给大家吃的时候那么多 紧接着呢 我就在直播进去 面对面应该交流了哈 我们的所有东西 我说实话 我是认为都是八十版的 如果你认为八十版的话 那么 现在就清下来了 我要这样 双十一的活动 真的是全年 最大的 八十一